美国有台人士又出来加戏了,有议员称,乐电美国取消邀请中国大陆参加环太平洋军业,美方迎邀请台湾参加,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要派小组主席泰德约获,图,台湾联合报案万万七月二七月电,美方日前抛出所谓国防授权法案。 不仅处处针对中国大陆,还插售台湾军事一期,美国众议院议员更写计狂言,称乐电美国取消邀请中国大陆参加环太平洋军演,美方迎邀请台湾参加,据了解,美方于26日公布的,所谓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,再度提及禁止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,通过此举故意施压中国, 早在5月,美方宣布取消对中国的邀请时,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曾回应,美方的这一决定没有电视性,也是清晰的,不利于增进中美相互理点与互信。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,26日,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泰德约霍在美智库,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,期间声称乐电美国今年取消邀请中国大陆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,美国应该邀请其他国家,例如台湾,约霍的此番言论,既对台湾军事议题插手, 又有意被离美方一贯坚持的一中政策,挑战中国大陆底线。 不仅如此,约霍当前发表了颇为煽动性的言论,并怂有特朗普政府出招对抗中国,他声称美国应强化军事存在,弱外,交手段失败,还可以采取经济制裁。 时常有美方所谓右台人士,就台湾一体大肆表态,然而他们的言论,或许只是为了刷刷存在感,2017年美爱达和州共和大主席叶旺辉赴台期间,曾称若台湾选择独立,他会尊重。 之后,美国务院发言人紧急出面灭火,还特别强调,叶万辉的发言不代表美国国务院。 美方近日的小动作,让民进党当局大为兴奋,台湾市部门负责任务交信受访时工人称称,台湾若缺乏美国的军事支持,将难以抵挡大陆的武力攻占。 台湾建立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,以避免大陆认为,和在一夜之间攻取台湾。 然而,看似热络的台美关系,背后却不堪一击,中平社早前发言警告,美国要打台湾牌,台湾作为美国恶怀,却怀承马为接近一步提升,将对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和平统一,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。 如果台独犯子和美国右翼要闹事,挺容易出事,也有人张称,美国一系列的挑衅举动,给台湾发出错误的讯息,让台当局误以为,美国针对台湾好,美国会全力保护台湾。 这可能会让台当局看不出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最终的棋子或筹码,非常危险。 海外网里蒙非安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